中国女星张雨琪 近日前往米兰参加时装咒 不料却意外发生了小插曲 日前来工作室 在微博分享了一段影片 影片中张雨琪透露 此次的酒店房间是两间房间合一的 每一个房间门都需要刷房卡 一旦房门被关上 就相当于被锁上了 旗舰身穿浴袍的张雨琪 阴忘了带上房卡不小心被锁在门外 张雨琪的友人还嘲笑她是不是住在密室 为什么每个房间都上锁了 让她感到既无奈又好笑 当时她没有携带手机 无法联系任何人为她开门 于是她只能穿着浴袍下楼 请柜台人员给她备用的房卡 索性柜台人员也没有为难她 只是表示开门后要检查张雨琪的身份 接着便把备用的房卡给她了 让张雨琪能够顺利回房 对此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调侃 下次要是再忘记带房卡 可能就真的要睡在街上咯